雲山大飯店 布告 又有過這麼多菜的菜 来源山哦,这个是一定要拍回来,你放在手机里啦,理财到处有吧,到处有 这个财库要带着,财库,我现在照样运行,这个是2014年的时候的,我们全数呢 刚开始的时候,我们民国三十八年,就请美国那边帮我们做,做了一万多人过来,但是呢,到后面呢,几十年来呢,慢慢慢慢的丢失,没有办法之下,我们刚好2014年呢,我们这边呢,要改成全管爱心法, 这个财库呢,这个财库呢,是怎么来的呢,它是东汉跟西汉之间有一个新潮叫做王莽的,那它的货,它的钱币是长这种样子,它是石敬位的始祖,这个我们的王莽皇帝,它是石敬位 全世界第一个石敬位的始祖,这个是有根据,然后它的钱币就是长这个样子,那我们夫人,它请美国政府帮我们做的时候,它把里面的壁子,把它改成一个财子,那下面呢,就是这样子,像裤子的样子,所以叫做财库, 有财库,要变成这个样子,那我们原山饭店,现在金融客房里面的,它不是用这个,它还是用这个,古时候的这个,这个钥匙牌,只有它是用这个钥匙牌,其他的地方都是你们现在的房卡那个样子,那这个地方,我们说,它为什么这么好, 因为有听说,那是日本人其他说的,它说它是养,它们是很仰慕中华文化的,但是它来的时候呢,发现说这个东西很好,就不经意的,有时候也是,它不是故意带回去,不经意的掉在它的包包,回去的时候,怎么生意越做越好,什么事情都很顺,就很奇怪,发现,哦,你看,鞋子里面的那个钥匙,有一只这个,啊,就是人工店里面的, 哦,它就回去以后,就跟人家讲了,这么神奇的故事,好,以后他们来的时候,就拜托他,哎,稍微,拿着啊,哦,跟柜台讲一下,哦,这个伴手礼带回来,那我们呢,后来就用说,我们来做的文创品,哦,你们喜欢的话,就到文创品去登记,去拿就好了,哦,那就是这样的由来,啊,这个财富真的是没错,因为整个原山饭店,它是一个聚宝堂的样子哦, 真的是聚宝堂的样子的哦,那大家呢,来这里哦,入宝山,不要通手而回,哦,就希望大家,回去都发大财,哦,祝大家回去都发大财哦,来,谢谢各位 謝謝 作詞・作曲・編曲・編曲 初音ミク 作詞・編曲 初音ミク 作詞・編曲 初音ミク 作詞・編曲 初音ミ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